中国铁塔公布2021年中期业绩 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良好增长 实现人民币426.73亿元 同比增长7.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利润为人民币34.57亿元 同比增长16.1% EBIT达到人民币311.84亿元 分布业绩方面 运营商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98.08亿元 同比增长4.5% 其中 塔类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77.22亿元 同比增长3.7% 室内分布式天线系统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0.86亿元 同比增长21.3% 跨行业占至应用与信息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8.53亿元 同比增长46.6% 能源业务收入为人民币8.84亿元 同比增长180.6% 上半年 公司完成5G建设需求 约25.6万个 其中97%通过利用已有资源实现 充分发挥了资源共享优势 经济高效助力5G网络规模建设 5G对公司收入的拉动作用正逐步显现 成为运营商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 至于公司第三季收入 会不会受到近期河南等多地暴雨灾害的影响 公司管理层表示 公司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1000万资金 暴雨令河南铁塔公司有约2000个占址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目前灾情损失的数量还在统计 但是预计最多不会超一个亿 每年铁塔基站都要受到自然灾害的一定损失 河南公司的这部分损失在预算控制范围之内 不会对第三季度产生巨大影响 展望未来 公司董事长同级录说 未来公司处于良好的机遇期 下半年公司将紧抓5G新基建 数字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带来的机遇 以建设两型企业为目标 发挥共享协同优势 深入推进一体两翼战略布局 谈及今年5G基站建设量 公司表示 公信部指引称 今年5G基站需求量在60万个左右 上半年已经完工25.6万个 我们将按照上述预算组织建设 目前进展一切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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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